既然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 公之于众呢 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 被骗 婚 逃婚的新闻 你心里又不疼吗 因为我得活下去啊 他骗走了我所有的积蓄 我得重新开始 我知道你肯定特别瞧不起 我这种手段 可这就是这个圈子的生存法则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就让它更有价值一点 反复在自己的伤口上散烟 这是大家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他就这么跑了 你甘心吗 不甘心又能怎么办呢 经纪人也问过我 还建议我再开一次记者会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 时候到了 该找个人结婚了 碰巧他出现 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 我以为自己真的就这么幸运 这段感情 现在已经变成大家的笑料 我不想再摧毁他 在我心目中的最后一点美好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很开心 他给了我人生中 最开心的一段日子 这就够了 这张欠条你收好 他欠的钱我来还 你现在都身无分文了 拿什么还 拿我这张脸啊 拿我的名气 还有这次逃婚事件 炒作出来的效果 反正消费自己也不是第一次了 都习惯了 都习惯了 你这样 一次一次地揭开自己的双疤 你不难受吗 一开始可能会吧 但慢慢地也就没什么感觉了 其实仔细一想 这个世界上靠自己双疤赚钱的人 应该也不止我一个吧 大叶姐 你难道没有过吗 这个世界上靠自己伤疤赚钱的人 这个世界上靠自己伤疤赚钱的人 应该也不止我一个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婚禁间 混得这么好吗 因为跟我口口相传 我一个婚礼策划师 自己的婚礼上 新郎跑了 所以我把别人的婚礼 当成自己的办 每次 我遇到那些南港的客人 我就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我说你看你们多幸福啊 我多惨啊 我都这么惨了 你们还不对我好一点 别再为难我了 行吗 这招特好用 屡试不爽 真的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这种事你出去下来跟人说什么呀 你为了挣钱 也不能这么造进自己啊 是啊 我有病了 结婚多大的喜事 而我又是多大一个悲剧啊 刚好衬托别人的喜剧嘛 这么好的餐长我哪儿找的呀 是我的 我还不知道 我没想到你 就是我 那儿 你能我再来 你还可以 我 我 你 大爷姐 他们几个都已经走了 这是辞职信 让我交给你 你怎么不走 大爷姐 你在公司以前的时候就教我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这话我一直都记着呢 而且我一直都相信你 我有什么好信的 我的话 我说的事 也不是全对 而且事实证明 这不全是错的吗 你也走吧 大爷姐 外面下雨了 你拿个伞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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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公司呢 外面下雨了 你在公司等我 我去接你吧 你好 我是何总公司的员工 他出去了 出去了 去哪儿了 走多久了 出去了 出去半个多小时了 小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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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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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爷 你呀 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婚庆界里没结婚的人多了去了 可没一个跟你一样 半场婚礼就优伤 看人走过红台就只有心灵腻儿了 我这儿办的是婚庆公司 不是心灵人座 我怎么能找到你结婚的人来办婚礼 你这个扫把星 告诉你 谁找你谁倒霉 被人甩了活该 八成是女的有问题 这男的呀都能给钱积过生日 那肯定是差不了的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比你强 我至少 不是又便是 年轻人火 你当年人的火 便一定伤了 我对你多年了 还没人 那我解读你 我对你 你呀 我对你 我对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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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笑的是他竟然都信 而且 自以为自己真的很强 可事实证明什么都做不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